阿联酋时曾这样描述 中阿关系目标远大 内涵丰富 互利互惠 是百年大计 成为不同地域 不同文化 不同类型国家 进行战略合作的典范 这也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副总统兼总理 迪拜酋长穆罕默德 阿勒马克图姆 对于两国关系的看法 曾经多次访问中国的他 目睹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对于双边关系充满了期待 怎么来看待过去的三十多年当中 中国跟阿联酋的这种关系 以及我们取得的成就 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吗 对于双边关系充满了期待 我肯定有很多小时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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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种状态 我喜欢这种状态 我希望这个状态 我希望在这种状态 和这种状态 和这种状态 有这种状态 我既然就不用了 如果有些孩子 我小孩 这是我 我试试 我试试 在租金遵守非常多的亩期 推行这样的一个计划 目的是什么呢 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 可能会对中安关系的发展 起到的作用 有什么样的预期 刚才16年 我找到一个参考 在河北大学 在河北大学 既然16年 我告诉他 大力和社会 Pow faut que China Thuï 民 民 在年轻的时候您曾经问过您父亲一个问题 就是谁是真正的领导者 当时您父亲给您的回答是 真正的领导者是富裕的沉默的巨人 而不是制造噪音的政治家 后来这样的一个观点在您出版的书当中也有提到过 尤其是把中国作为了例子 所以现在您在看您是怎么样去理解 父亲当年给您的这个答案的 那为什么当年您会把中国作为一个例子 去讲述这样的一个观点 因为我看到中国作为了很快 在建议的建议 我们必须要学习它 在它们的教育和技术和技术 和技术和技术 这就是我们能够用它 和学习 和我们的很多东西 和我们的教育和技术 都在建议 所以这个原因 我们让中国作为例子 和我们学习 我们永远学习 您的祖父 您的父亲 还有您都是迪拜的领导者 也是阿联酋的领导者 然后您也见到过很多不同国家的领导人 您觉得在他们的身上 最大的共性的特质是什么 我学习的钦导者 对带导者 和带导者 我学习的钦导者 我学习的钦导者 那里是今天 它是上海继续 跟蒙导者 有它的钦导者 在钦导者 是在钦导者 但是钦导者 会议的钦导者 它是在钦导者 是在钦导者 因为它是钦导者 钦导者 钦导者 他在做法的手法 而不是很大 只有在手法上的手法 而是在手法上的手法 所以他在手法上 是非常大器人 他在手法上移動他 到最好的地方 我愛上了 我愛上了 我和他在手法上 我和他在手法上 我看到他在手法上 我看到他在手法上 所以我看到他在手法上 有努力 我叫他在手法上 你得到手法上 我和他人 一切都回答 我计计的文章 是文章 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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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计计 文章 和文章 所以 是 我们计计 在某些人 我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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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有什么样的看法 您觉得双方可以找到最大的共识点在哪里 尤其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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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亿 亿 为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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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计计 我计计 在那里 我们 在那里 我计计 那里 我们 我们 这 我们 的 我们 那里 我们 是 所以这件事是很棒的 和所有的效果 11月5日中国会举行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而且我听说很多阿灵球的企业也会去参加 所以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次盛会呢 这是不是意味着无论是敌坝还是中国 都会更加开放地向世界敞开自己的怀抱 我认为这些大会很大 因为这种原因 社会与国际进口博览会去学习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在这个世界上 希望你能够带来这些地方 这是一个建立在沙漠上的城市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 沙漠是非常荒凉的 是不毛之地 但是对于您来讲 这是您从小生长的地方 所以沙漠对于你来讲 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 在沙漠 中等于我们 采用了 在沙漠 住在沙漠 在沙漠 沙漠 在沙漠 沙漠 某些人认为它是压力和压力 但是我们看它像土的熟悉 像世界的灵魂 我们看到它们的所有东西 我们学习它们 永远在这些礼物 我们从这些礼物 我听说当你第一次提出 想要把迪拜变成一个国际化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嘲笑你 可见你当时做了很多人 没有想到甚至是不敢做的事情 现在回过头来看 当时的这样的一种战略 对于迪拜的发展来说 它意味着什么 我曾经过去买车 在沙特和沙特 我认为国家的家庭 我认为国家的父亲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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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我说 女人都喜欢我们 所以我们开始建设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无论是中国还是迪拜都非常的开放 他们愿意用敞开这种胸怀去拥抱世界 而且如你所愿 现在的确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把这个迪拜作为他们的旅游目的地 所以如果今天让你对着我们中国的观众去推荐迪拜 你会跟大家怎么样介绍呢 第一件事是德巴尔的国家是政治人员 我说例如说 最多的中国人是在伊马兰 在伊马兰 所以中国的国家是在伊马兰 和我们在伊马兰 会员的地区 和我们在伊马兰 和我们在伊马兰 而是和我们在伊马兰 和我们在伊马兰 和我们在伊马兰 迪拜以前是一个小村落 小渔村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 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难 所以你的勇气来自于哪里 正确 迪拜是小的 但是迪拜很大 现在我们没有想到迪拜 我们是一个城市的城市 我们想到迪拜 我们要用这个东西 我们能够做成功 对于那些城市的东西 在大陆的东西 我们要用这个东西 不过一个地方 我们要用这个东西 我们要用这个东西 我们用这个东西 我们要用这个东西 我们有个例子 在我们对我们的 没有说文化 不願意 因為他們對此 很不願意 是他們他們 不願意做到的 所以這裡有什麼不願意 我們有一個好夥伴 對於蠍馬拉斯的全世界 是一個好夥伴 會過很多年來 他們在這類伴侶 會在這類伴侶 我們在這類伴侶 我們會做的 尤其是在东西的东西 我们能够认为我们的例子 例子 教育、健康、技术、技术 在10月30号我们知道 迪拜识博会的中国馆会有奠基的仪式 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 2010年中国也举行了识博会 中国有很多的经验可以供迪拜来学习 所以在您眼中 中国有哪些经验迪拜是可以学习的 词博会2010年 那是很棒的 那是很棒的 所以我们学习了它 我们学习了它 所以我们学习了它 因为我们学习了它 如何在中国做了 词博会 从第一天 我们在研究院 邀请了1000人 为他们继续 B'n Participantのilan fronts S Properment AD Shop and98 Zinc AEeksbo X будет DubaI 2020 Nah kit Qué AyBS Eeksbo 虎 Smarkets Sankhaid Nahuty Eksbo 空埠聯邦DurBOY 2020 арку到世界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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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ME 自馨的 uncertainтор